我們邵康兄願意回到國民黨 他曾經擔任過立法委員 也擔任過環保署長 就是部會首長 所以他願意在國民黨 現在是最艱困的時刻 回到國民黨來跟大家一起打拚 這個是非常正面的事情 對國民黨是加分的事情 那至於所謂的什麼幫啊什麼派 我覺得國民黨的 我們現在在立院的這個人數已經是 在野黨已經是相當少了 我們也沒有分幫分派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過度聯想 那你覺得趙昌康會不會想到國民黨的選舉 主席的選舉 跟這個回歸應該也不是一件事情吧 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如果願意回到國民黨 不只是趙昌康先生 事實上我想各地的優秀的 對國民黨的禮令有贊同的 我們都歡迎回來一起在國民黨內打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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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改革啊 或是各個議題的這個 引領風潮也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不能反宣傳反萊豬 真的嗎 這個訊息是真的嗎 民黨真的試圖把這個 這個從他現在看 就是假民主真獨裁 弄成真正法律上也要獨裁嗎 他怎麼可以規定 人民可以 說什麼又不說什麼呢 這個是要回到過去的威權主義嗎 民黨真的打算走這條路嗎 我覺得這個消息正確嗎 公務人員 就是 行政中立法很早就有這個法律了 現在我們常常看到沒有行政中立的 考試院 全序部那邊應該要先看的是 比如說 在中央部會方面 在給預算的時候 有沒有行政中立 比如說陳吉仲委員 是不是真的沒有給 就是給雲林的張立善縣長相關的經費 而是跳過地方雲林縣政府 比如說 這個政府設了一個中部辦公室 南投讓蔡培會委員 他以前是委員嗎 蔡培會擔任這個中辦主任 是不是很多的有關中部南投的事情 都跳過南投縣政府跟南投的這兩位 我們國民黨籍的這個民意代表 這個才是真正要實行行政中立的 所以民進黨自己不立行行政中立 那對於這個跟他意見不宜的 又要用另外一個 用一個帽子來扣 扣這個地方的公務員 這個如果你說這是真的 這個真的是在反民主其道而行 我看地方已經有在發動這個動作 那我是 我當然是有公開寫過詩勸他說 就是不要鬥來鬥去 這個我想陳委員在立法院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然後但是他身為這個激進黨的一席 可是我們看到他好像常常擔任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附水組織這種動作 是不是對激進黨的是有加分大家自有公平 那罷免是人民的權利 那當地中部選區 第二選區的民意 就是說民眾也好 或者相關的民意代表相關人 對他的表現好不好 尤其在萊豬方面 這一方面這個反萊豬方面 是不是真正的在意到 人民的健康還有所謂還有中火 中部的這個中火方面說要停機一天 是不是真正他所承諾選民有沒有做到 這個我想中部的選民會做正確的判斷 謝謝 因為他試圖就是把這個要罷免他們歸類為好像是同派 他試圖這樣做 但是這個不是事實 就是民眾真正在意的 不是他是不是所謂的台派 而是真正在意的是 你身為一個區域的立法委員 你是不是真正有幫你區域的人民做到你所承諾的部分 比如說在中二選區來講 他曾經承諾中火要停機一天 我記得他好像在選舉期間就講過 那這個已經就了一年是不是有做到 或者說在未來可見的任期裡 是不是可能做到 他這個應該向選民清楚的交代 第二個在全國人民有六到七成的民眾 反萊豬的情況下 我想中部選民也是不希望吃到萊豬 那在這一點 陳部委員在表決的時候 是不是有遵照民意 或者說激進黨的意識也是支持萊豬進口 或者說激進黨根本沒有自己的意識 只是民進黨的覆水組織 我想這幾點他都可以清楚的向人民交代 來面對他所即將面臨的這個罷免挑戰 純粹操縱統獨議事 這個在這一次的罷免案 他的罷免案中 當然這是他的意圖 但是民眾也會看得很清楚 還是要看你的證件跟證績 這個才是重點 部桃的這個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蔡英文總統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 他關注的議題卻是黃捷的議員的罷免案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把自己的總統的格局拉低了 視察當然是很好 不過我覺得身為總統的高度 最重要的還是要趕快怎麼樣 讓我們拿到比較多的疫苗 這樣才可以安定 我一再強調疫苗是這一場防疫戰爭的這個關鍵 我看有的國家都已經佈局到2022年了 我們要趕快拿到疫苗 我們的經濟才能很快的可以恢復 這個其實也是很重要 經濟民生也是非常重要 謝謝 所有的歷史 大家往回去檢視都會知道 政府跟我們講的是不是真的 那現在就是疫苗的部分 我是今天有看到當然有一些新的疫苗要進來 就是10萬多劑 那當然我們是非常正面看待 而且樂觀其成 但是10萬劑 第一階段10萬劑 我覺得這還是相當不夠的 我們國內還是迫切的需要有疫苗 才能讓這個疫情的第一 疫情發展受到控制 第二個人民的民心得到安定 第三個經濟才可以繼續往前發展 關於疫苗要進口這個說法 從去年到今年初 我們有聽到各種不同的說法 從去年底我們聽到說是3月份會進口 然後到中間有很多紛紛勞勞 這個您前院長的這個東陽 還有後來的這些 到底這些疫苗能不能進來 到底這中間涉及這麼多複雜的政商關係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政商介入 有沒有用這個反中的這個牌 但是事實上只是為了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也聽到看到民間很多興趣 看到蔡正元委員也提了很多問題 還有孫大謙前委員也提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這些部分 政府事實上都必須給人民清楚的交代 我們要趕快的拿到疫苗 而且不能說還有希望 還不能 不希望中間還有人藉此發這個國難財 這個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畢竟每一號都是這個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一起走 我們會不習慣 看一看 我們會跟您交代